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打印就可以印出立体的东西吗 听起来很神奇 其实原理和在纸上 噴墨打印平面图相似 平面打印是用墨水 噴出一条条的直线 叠加形成图像 而印立体的东西 就将物体分成很多层 逐层切印出形状之后 再将那么多层切块 来曾婉林解释一下 这些那么可爱 手工那么别致的公仔 你可能会觉得很普通 好容易买得到 但如果他们是由打印机印出来 你又信不信呢 这部是现时新式的打印机 体积是55x44x44寸 外观和一部普通打印机 或者是影印机没什么分别 但其实它能够印出不同形状 大小物料的立体物件 各行各业都用得着立体打印机 好像牙医就会用来制造牙冠模型 医院用超性波素描了病人体内的器官之后 由电脑传送到立体打印机 再印回模型出来 可以增加做手术及治疗的准确性 工业上也经常会用到 特别是机械设计 很多零件都需要由草图制成实物作测试之用 以往都是由工厂主造模型 但一件要用加币400元主造的模型 如果用立体打印机印出来 只不过是加币10元左右 限了40倍 加上亦折散了不少时间 所以受到不同行业欢迎 使用的人每年平均有五成增长 提醒您,目标模型 我会被제弱模型 以施工工工具 知道你的工艺做不正经济 承试工工的材料 构筹物 如果您您需要以工程式 工程度上 将其他会合作 又会更容易 帮助很多东西 只是在从事件来的人 也会发生不能用适合 所以在机会 表示你的工程中 成功工程 能够可以从未来 让你的产品到市场更快 并有信心 把你的金钱投入工程中 进行工程中 在电脑画了立体设计图之后 将资料传送入立体打印机 打印机就能够将物料组合成件 原理就像传统打印机 利用油物点组成影像一样 立体打印机会利用一层非常薄的薄片 组成实物模型 每一片都由液态塑胶 塑胶粉或者石膏粉制成 打印机受到电脑指令之后 就会准确地发出热能 光或者是白核物 去将塑胶续点变硬 黏在一起变成立体物件 我们能够设计在16μm per layer 几乎是一半的薄片 所以我们能够达到很高质量 我们能够达到很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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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打印机最大可以印到体积为19乘15乘8寸的物件 印制时间由5分钟至100个小时 即是四五日不等 而立体打印机的价钱就由加币2万元到25万都有 视乎功能同胀真度 虽然制成品不算完美 但用来制作样板就已经很足够了 好像这两个和手掌差不多大的立体士巴勒 大约就要印个半钟头 印好的物件要从保机拿出来也很容易 而是用扁平的铲从底部用阴力轻轻地把它铲出来就可以 虽然暂时边缘位置还有少少胶的纤维 但很容易就可以弄掉 打印板用清水抹一抹 就会去除留在板上的物料 之后再用消毒药水清洁一下打印机的池头 这样就可以预备开始下一个任务了 如果没有电脑设计图 而已经有实物在手 想复制它的话 就要用到立体掃描机了 尤其是当你专业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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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这些设设设设计的设设设设计的设设设计图 所以美国 日本 加拿大 这部素描器的这部素描器就价值加币五万元 这部素描器所发出的激光属于二级 不会伤及眼睛 即使用来掃描面型都没问题 技术员就试下为记者掃描面部轮廓 为了增加准确性 掃描前要将定点位置在面上不同的位置 掃描时会距离物件大概六至八寸 它会用每秒钟二万五千个测量单位作为计算 而掃描器内的两个相机 就会透过激光照到定位点反射出来的光 去判断物件的形状 用这些线 掃描器会知道当中空间 用图形式和方式 它会看到三个线 在同时的时间 然后它会知道空间的位置 所以它不重要 如果我把空间移动 然后把描描器的位置 我可以继续从同位置 我继续从同位置 所以在描描的过程中 无需五分钟 技术员就完成整个掃描过程 出来的效果似不似呢? 科技日生月移 3D立体打印和立体掃描技术 已经渐出成数 感觉就好像将制作零件的工厂 搬回家似的 想要什么都可以即时生产印制出来 不知道过多十年后 人类是否不再需要店铺 每人买部立体打印机回家 就可以印出各式各样的所需品呢?